我穿成了霸总纹里的炮灰男配 女主生病我照顾 女主怀孕我带娃 最终被霸总发现了 说我勾引他女人 这对颠公颠婆给也滚 我穿进了一本名叫霸总的小娇妻 成为了炮灰男配 年少时与女主相识 一直默默无闻地陪在他身边 就算他跟文中的男主傅立成在相爱相杀 男配都一直坚定地站在他身后 最终他和男主在一起了 把男配整破产了 这是什么狗血剧情 我仰天长笑 现在剧情走道 男女主在酒吧相识一夜情的桥段了 为了避免结局的破产 我必须改变剧情 我就想不通 这个男配可是长得一表人才才 还坐拥A式目前最好的商业资源 后期为了女主 就这样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拱手让给男主 这不是纯纯傻逼吗 我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 立马就开车朝着酒吧赶去 现在的男女主就不能换个地方相遇 半夜三点 这不是耽误打工人的睡眠吗 越想越气 等到的时候 门童看着我 脸黑得吓人 哆哆嗦嗦地朝我走来 陈少 你怎么来了 我内心犹如万马奔腾 这名字一听就是个炮灰 面上还要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 姜若若呢 果然很快我就在人群中找到了姜若若 此时的她已经面若桃红 半醉半醒了 女主果然就是女主 一袭吊带超短裤都可以穿出别样的气质 我走上前 拉着她的手 就准备离开 只要今晚让她回家睡觉 她就不可能认识男主 没想到她却直接把手挣脱出来 疑惑地看着我 陈维舟 你怎么来了 我本想一会儿再解释 没想到有人拉住了她的另一只手 这位先生 看她的样子 好像不愿意跟你走 我去 这不是应该在酒吧二楼睡觉的男主吗 想到我以后的我悲惨命运 我忍不住抖了抖尖 语气冰冷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是她朋友 她喝醉了 我带她回去 没想到傅力成丝毫不听我说的话 一直盯着姜若若的眼睛 而姜若若一脸被我挟持的表情 这就是男女主的吸引力法则吗 剧情就是这么强大 就算我来阻止你 男女主依旧美好的相遇了 姜若若甩开我的手 直接跌进了傅力成的怀里 伸出手 一脸花痴地看着傅力成 你长得真好看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把我的名片放在了傅力成的手里 她真是我的朋友 我必须带她离开 傅力成拿着我的名片 把玩了很久 众人也吃瓜了很久 要不是此时的傅力成 已经是护圈心贵 我真的想把她捏死在手里 估计还是看在 我是陈家太子爷的份上 让我带走了姜若若 我看着烂醉如泥的姜若若 忍不住吐槽 原生到底喜欢她什么 姜家不受宠的私生女 长得也没有她的两个姐姐漂亮 我打车车门 把姜若若弄了进去 一个转身准备去开车 他妈 人没了 我看着座椅上 被吐得乱七八糟的真皮沙发 整个人是崩溃的 没想到 剧情居然这么强大 车上的人都给我弄没了 我最后不会真的破产吧 神经紧绷得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早上是顶着两个黑眼圈的公司的 我的办公室在99楼 其实我来公司 一点事情也没有 就是每天陪着姜若若吃吃喝 我家老爷子也不怎么管我 只要我不胡来 我家的资产 够我潇潇洒洒几辈子了 想到原书中的剧情 我为了姜若若 出卖自家的商业机密 把自家的产业拱手让人 结果只得到了一句 谢谢 你是一个好人 不行 我不能让剧情这么发展了 我要努力 我要成富力成 成为新的首富之前之前 把我的资产扩大到每个角落 我开始在家 疯狂补企业管理知识 甚至环抱了许多半 我家老头看着我 都忍不住发出欣慰的笑容 小周 你终于开始上镜了 我不好意思摸了摸自己头 我只想 是保住我这辈子的荣华富贵 本以为既然剧情改变不了 我就想办法 把自家脱离剧情 姜若若 却敲响了我家的门铃 我已经快两个月 没有主动联系她了 我打开门 她却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 成为周 我怀孕了 我赶紧拉开与姜若若的联系距离 她这话说的 孩子 好像是我的一样 我一脸严肃地说道 那你应该找孩子的爸爸呀 你找我也没用 没想到她哭得更凶了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不知道孩子爸是谁 没关系 我知道 我张嘴就想告诉她 没想到说出来的却是 XXXXX 我继续尝试 还是 XXXX 天啊 这是什么神经病 眼看说不了 我就想委婉地提醒她 要不然你 还是告诉你父母吧 这样 她们也能帮你想想办法 没想到姜夫姜母已经知道了 还强迫姜若若去堕胎 她就这样瘫在我的沙发上 眼泪汪汪地抽噶道 这是我的孩子 我一定要生下来 那你生啊 你找我干什么呀 但是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看着我的豪华大平层 心疼地说道 那你住在这里吧 姜若若满眼感激地看着我 突然就跑到厕所里面 就吐了起来 孕吐难受 我也给他请了一个保姆 专门伺候他 我搬了出去 也屁回到了老宅居住 没想到是那个天杀的 爆出我有一个私生子 还拍到了江若若挺着大肚子 回我家的正脸 江家父母还找上了我 逼我必须娶江若若 我家老头打断了三根拐杖 任凭我怎么解释 他们也不听 我带着他们回到了大平层 希望江若若能说清楚 没想到看到我们一群人 他挺着八个月大的肚子 直接跪在了我们的面前 抱着我的腿说道 小周 这么久了 谢谢你 叔叔阿姨 是我缠着小周的 孩子不是他的 你们不要怪罪他 爸妈 我这就离开这里 是我丢了江家的脸面 我脸上带着笑着急地看着众人 没想到我家老头 直接一巴掌 就扇在了我的脸上 你这个逆子 我还以为你便好了 没想到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说完 我爸就羞愧地 看着江家父母 等等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我赶紧把跪在地上的江若若扶起来 他却纹丝不动 眼睛直溜溜地盯着地面 我还没有开口 两家父母就把我们的婚室敲定了 由于江若若的肚子这么大了 婚礼就定在三天后 等众人走了以后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眼眶微红地看着我 小周 我刚刚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所以 你这是准备坑我了 但是 我知道现在剧情才刚刚开始 他很快就会被傅力城抓住 这几日我待在屋里 那也不去 生怕影响剧情的发展 如果不出乎意料 婚礼当天 傅力城就会来抢亲 而女主江若若再次见到他的第一眼就会知道 这是那晚的那个男人 我只需要安静地等待着婚礼当天的到来 一切都如计划中的样子举行 江若若一出场 以及高耸的肚子 众人一片哗然 这是未婚先孕 就为了攀上陈架 我听说 是那个女孩不要脸 故意给陈少下药呢 全程江若若都低着头 根本不敢去听旁边的流言蜚语 而我紧紧地盯着大门 这几天婚礼的声势 早就在各大媒体传开了 而傅力城在电视上看到的江若若的第一眼 就应该明白 这是她的女人 现在的我 只期待男女主赶紧见面 丝毫没有注意到江若若那紧张的眼神 果不其然 在进行婚礼的仪式的时候 门被突然推开了 一个面容英俊的男人 戴着墨镜 就静静地站在那里 仿佛周围都被她强大的气场震住了 台下一润纷纷 她一步一步地走在江若若的面前 看着这么江若若怂起的肚皮 突然半膝下跪 我的女人 只能嫁给我 由我来宠 我面带笑容地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把手上的女戒递给了傅力城 这是你们的婚礼 我走 傅力城直接把戒指扔在了地上 眼神凌厉地看着我 我说你 怎么这么眼熟呢 你就是那晚强行带走弱弱的人 得知弱弱怀孕了 还把她藏起来 兄弟 你搞错没有啊 不是我让媒体大肆宣扬啊 你能找得到吗 我的眼神太过于直白 倒是把他们两个人给棱住了 我把江若若的手 递到了傅力城的手里 然后拿起话筒 对着亲朋好友说道 欢迎大家来到江若若 与傅力城的婚礼 我祝他们百年好喝 早生贵子 说完我就下台 带着我的父母 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家老头子看着我 又把拐杖打断了两根 逆子啊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我准备好好跟你学习一下 怎么管理企业 到时候 你也可以放心了 这件事 是江若若求我帮她隐瞒的 以后 我也不会跟他们有任何关系 不是喜欢的那丫头好多年吗 就这样甘心拱手让人 早就不喜欢她了 我立马反驳道 我开始计算着时间 剧情现在应该走到江若若怀孕 但是傅力城怀疑 孩子是我的 这两个颠工颠婆 能不能放过我 现在我开始疯狂地学习任何知识 因为原生她从一开始 就是男女主的炮灰 所以她根本没有学习到任何知识 只知道跟到女主后面当舔狗 或者插足男女主的感情 等傅力城找上我的时候 我正在公司加班 她还带着江若若 一看到我 她就把江若若扔到了我的面前 语气里止不住地嘲讽 陈少 还是你会玩 让我捡你不要的破鞋 我看在地上的虚弱的江若若 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 我扶起来倒在地上江若若 没想到她的身上居然全是亲子 我虽然不喜他们两人 但是打女人的男人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副总 你这是 又发什么神经 就算我想与两人撇清关系 但是剧情走向总是往我这里靠 傅力城也不是好惹的 他直接冲上前拉住我的领带 眼神犹如一匹恶狼 陈维州 你居然敢耍我 我要让你们陈氏集团付出代价 这两个人真的把我整懵了 怎么什么事情都要扯上我 我使劲地把傅力城推开 慢条斯理地整理自己的领带 眼神里带着一些烦躁 这孩子不是我的 我明天就可以应去做亲子鉴定 我拉过江若若 把她推到了傅力城的面前 这是你孩子的妈妈 如果你不信她 你就不应该耽误她 傅力城的眼眸上的闪了闪 江若若此时坚强地抬起头 眼里含着泪花 傅力城知道你不爱我 我在你的手机里看到了 那个女人的照片 你还想骗我多久 她拉着她的手刚想要的解释 江若若这个神经病 直接挽着我的胳膊 倔强地看向傅力城 孩子不是你的 是我和小周的 她说完还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此时的傅力城 眼眶通红 紧握的指尖微微颤抖 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眼底闪过一丝恶毒 转身就朝身后的跑车走去 直接飙到了二百马 风一样地离开 江若若在傅力城开车离开后 直接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中间 茫然地看着周围 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 又怕有什么危险 但是我真的又不想管她们的事情 最终在良心上 还是过意不去 把江若若带了回去 但是这次我学聪明了 我是直接把她送回了江家 江若若到了江家别墅的时候 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她是不是以为我会带她回家 直接把她送到了门口 她一下车 我就赶紧离去 感觉身后有恶狼在追赶一样 后面我就不知道 他们发生了什么 我现在一心都在学习上 由于我知道原书剧情 好几个原本是傅力城的单子 我都抢到了手里 没想到 商人果然是商人 她居然叫江若若来动我说 让我把成熙的土地让给她 她到底知不知道 这快第三年以后 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那将是最繁华的商贸中心 以及高档小区 价格将会是现在的整整三十倍 如果在以前 原生为博德美人一笑 我肯定让给她了 但是现在可能不行 我直接拒绝了江若若 并且警告她 以后没事 别联系了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可不能毁于一旦 没想到 江若若在听到这样的话后 满脸的不可置信 脱口而出地说道 你不是喜欢我吗 为什么这点要求你都不答应 我乐个去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那她不是一直在利用原生吗 女主果然是 女主以为谁 都会围着她她转 都不知道原生喜欢她什么 妥妥的一朵小白花 我立马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可不想再跟这对 颠公颠婆 有什么关系 再次见到他们 是在一次宴会上 自从有了阻力 傅力成的商业计划 明显没有以前快乐 要不然 也不会看到她到处 再与人交流洽谈合作 就为了搭上那一层关系 他们看见我的时候 也是明显的一愣 傅力成端着酒杯 缓缓向我走来 而她身旁的姜若若 却一脸吃屎的表情 自从我上次拒绝她以后 她已经快一个月 没有主动打电话给我了 但是没有 我这个工具人 他们的感情 怎么会进展得如此快 正在我满脸疑惑的时候 突然有个女生 冲到了他们面前 娇艳欲低地看着傅力成 眼里的深情 我这个外人都看在眼里 我瞟见傅力成 立马就松开了姜若若的手 双手扶着那个女人的肩膀 跟女人原来是傅力成的初恋 名叫白欣欣 在傅力成最爱她的时候 离开了她 是由于我退出了剧情 她是补上来的 反正男女主之间的感情 必须受挫折 才能在后期体现 他们的情笔经间 我忍不住心里 为这个女孩子默挨三秒 姜若若受不了 直接把手中的红酒 泼到了那个女人的身上 那个女人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扑进来傅力成的怀里 OMG大型吃瓜现场 我真的很想拿出手机 把这个记录下来 但是又怕人发现 毕竟这与我的身份不符 我只能望眼欲穿地盯到那边 没想到却被人直接误会了 说我还惦记着姜若若 我感觉全身一阵恶寒 忍不住抖了抖肩 赶紧离得更远了一些 但是没想到 就算我如此的避嫌 依旧被姜若若给看见了 当时的我正在水池旁 品着酒看着月亮 好不惬意 这是我没有穿梳前 从来没有的体验 没想到姜若若提着裙摆 一只手抹着眼泪 急匆匆地撞在了我背后 差点一个亮呛 把我撞进了水里 没想到这个姜若若这个丫头 力气这么大 这是跑得多快啊 我转过身 就看见她哭得梨花带雨 没想到她抬头一看是我 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 而这个场面被追出来的 傅力成尽收眼底 陈维舟 你居然敢勾引我的女人 你眼睛是瞎啊 你没看到 是她自己主动抱住我的吗 没想到我说什么 傅力成都跟没有看见一样 眼神恶狠狠地盯着我 而姜若若也丝毫不管我们 发生了什么 一直在旁边哭 我想让她帮忙解释一下 她却对着傅力成伤心地说 既然你爱白星星 你娶我干什么 离婚吧 没想到傅力成 却直接想冲上来 给了我一拳 幸好我反应灵明躲了过去 对着她张口破骂 你神经病啊 见人就打 此时众人也被我们吸引了过来 白星星也马上追了出来 我们四人活向舞台上的小丑 被人指指点点的 白星星就这样 挽着傅力成的胳膊 姜若若就这样 躲在我的身后 明明他们两个才是男女主角 为什么要那么拉 我们这些炮灰陪葬 就算如此 两人对视的目光也在拉丝 两个人的眼里 都带着浓烈的失望 话说 你们是没张嘴吗 有什么不满 你们倒是说啊 我直接把身后的姜若若 拉到了傅力成的面前 她看我如此 对她的女人 眼神怒目地看着我 陈维舟 你干什么 你把若若弄疼了 她想上前一步 却被身旁的白星星 死死地拽住 我转身就准备离开 本想退出他们的纠纷 没想到傅力成 终于甩开了身旁的白星星 朝着我的后面喊道 陈维舟 我不会放过你的 就算你有陈氏撑腰 我也一定要你付出代价 这怎么又跟我扯上关系了 我脚步踉跄的 赶紧离开了这个地方 今天出门 肯定没有看皇帝 要不然怎么碰到他们 自此以后 我陈氏的实业舞 她傅力成 都要插足一脚 我看着现在的剧情走向 我将会有最大的一个磨难 那就是 姜若若怀二胎了 两个人和好如初了 我要被他们联手整破产了 我已经亲自接管了陈氏集团 傅力成在姜若若的帮助下 也成功占领了一部分A氏的资源 现在整体来说 陈氏和傅氏将会是 A氏最大的两个对家 就算我已经十分努力了 但男主就是男主 每天都是一些情情爱爱 但是财产依旧可以 屹立不倒 并且越变越多 我知道她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抢占城东的那块地 不得不说 要不是原先我知道剧情 那块地 我还真就看不上 一大片一大片的山坡 甚至人烟都很吸手 在竞标现场 她挽着姜若若盛装出席 她朝着我微微点了点头 但手指 故意朝我比了一个中指 我微笑地回应 并回击了一个更厉害的手势 我看着她的脸上的笑容 逐渐消失了 这次竞标 毫无例外 我赢了 我走在他们的身后 故意撞了傅力成后背一下 转头带着笑脸 哎呀 副总不好意思 刚刚太高兴了 没有注意到您 随机就转身离开 不顾身后热烈的目光 开工三天 工地就出了事 死人了 这个项目也全面暂停 我在会议室 逼问三位项目主管 但是却没有问出一个有用的信息 这个剧情在原书中是没有的 因为这块地我 根本没有拿到手 我现在的资金链 已经投了大半出去了 无奈我去了一趟江 家 开门是江家大小姐江揽月 她微笑地朝着我点点了点头 原配夫人生的大小姐和二小姐 原配夫人去世以后 江夫后面 才把江若若的妈抬进门做了续闲 而江氏是他们母亲传来下的 但是后来被江夫拿到了手里 书中只是一笔带过 他们和江若若不合 甚至怀疑 他妈的死是被江若若的妈妈气死的 我没有穿过来的之前 经常跟在江若若后面 没事就会帮她打抱不平 所以 我跟他们的关系 可以说极差 江兰月看见我 也是挑了挑眉 你来干什么 说完就想把门关上 我赶紧用脚抵住了门 一脸笑意地看着她 姐 好姐姐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 而且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带来了一件东西 我把当初她母亲死亡的真相告诉了她 这还是以前小的时候 江若若无意识地告诉我的 这东西 你哪里来的 这是我偶然间得到的 难道你就甘心把你家的东西拱手让人吗 有后妈就会有后爸 这句话成不起我 江兰月自从江若若母女进门以后 生活可以说过的水深火热 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 幸好当初她妈给她留了股份 要不然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打工呢 江兰月警惕地看着我 由于到底说道 你想要什么 我朝里面望了望 江兰月也意识到什么 拿了一件外套 有什么出去说吧 我眼里有着一抹心疼 以前江若若老是说 在家江兰月欺负她 故意捡烂她漂亮的裙子 在床上放青蛙 想把她赶出去 当初我可心疼她了 她指那里 我就替她出头打那里 说到底 我和江兰月认识的时间 比江若若还早呢 这小妮子脾气火爆得很 一言不合就动手 但是现在一看 比小时候文静多了 江兰月 江市集团本就是你的 你何不自己握在手里 她小口小口地 抿着手里的咖啡 想要挑拨离间 由于半半想 我还是把我目前的处境 告诉了她 我要帮她重新掌握江市集团 并且撤出 对富市集团的资金供应 江兰月只是微笑地看着我 抬头质问着我 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 傅立成可是我妹夫 你是什么人 我可以是你的合作伙伴 其实 你好要把我当成你的男人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也知道 程兴那块地我拿到手了 但是却出现了一个问题 施工暂停了 我的资金链出现了一点问题 所以 那块地 我要40% 跟聪明人讲话就是爽快 直接不费吹灰之力 就拿走了我辛苦得到的地 这件事 我和江兰月也愉快地确定了 而我也马不停蹄地 想要找到解决办法 她那边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争权的 但是一个月后 江市已经陆续在她的掌握中了 但是这后面 我也是帮了不少忙的 她也如约断了给富市集团的资金 带着资金到了城市 江市毕竟在A市 有着巨大的名气 若不是当年企业转型没有成功 说不定 现在根本没有我们的机会 自此以后 我就时常跟江兰月联系 经过多方面的调查 终于知道了 原来上次的事故 是富力成故意的 他买通了项目经理 只是故意想让我出现一个巨大的窟窿 我把手上的证据全部提交了上去 富力成也是一个狠人 自断其壁 为了撇清关系 直接把项目经理推出去 辟去顶包 甚至听说事情平息后 还给了大量的钱财 才安抚下她家人的心 要不然早就闹起来了 而我和江兰月的时间关系 也越来越近 甚至双方父母 都以为我们会在一起 而我们也在这接触之间 感情发生了变化 顺水推舟地 举办了订婚仪式 但是订婚的前一天 江若若找到了我 她哭着梨花带雨地找到了我 言辞恳切地 让我不要结婚 而此时的江兰月 就在我的身后 静静等待听着 小周 我知道你 还在生我气呢 我错了 我知道你只是想让我在乎你 所以才故意 跟我姐姐订婚的 你以前可是最讨厌她的了 我冷漠地看着她 原生可能真的觉得她很可怜 在外面养到13岁 才被接回江家 后面的那些事 可是她故意引导 她在我面前会说 在家过得如何如何地惨 如何如何地被她们欺负 甚至在明知道 原生喜欢她的时候 还故意索取这么多 我可从来没有讨厌过蓝月 不是你最讨厌她吗 然后还要故意装作白莲花一样 博取大家的同情 我从来没有 对她有现在的厌恶 以前只是单纯地 想要逃离剧情 不破产就好了 江若若脸色发红 有股 被拆穿面具后的恼羞成怒感 小周 我是为了你好 我姐她不是什么好人 而此时江蓝月 也从我身后站了出来 慢悠悠地挑着自己的发丝 我怎么不是好人了 江若若直接被吓得后退了一步 结结巴巴地问道 姐 你怎么在这里 江蓝月一步一走走到了我的身边 在我耳边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把我弄得痒痒的 转身朝着 江若若说道 我在我未婚夫家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倒是你 一个在家当全职太太的人 出现在别的男人家里 你老公知道吗 你 傅太太 现在我和傅先生可是竞争对手 你这样不会让人多想什么吗 说完 我就直接下了逐客令 我看着江若若娇滴滴地跑了出去 你女神 可被气哭了 还不赶紧去哄哄 这酸味 我可是听出来了 我直接揽过江蓝月的腰 一个气身就吻了过去 直到两人的呼吸都有点困难 我才渐渐地松开了 她 你可是我老婆 就算我这边在跟江蓝月举办了订婚仪式 但是傅立成那边 我可是丝毫不敢松懈 原来上次江若若故意来找我 是为了挑拨离间 如果我和他姐姐联姻了 娜娜对于傅氏来说 将是一个噩耗 自从有我的介入 傅立成的商业道路 也是越来越艰难 按照书中的剧情 现在我也应该破产流落街头了 但是经过我的努力 现在的傅氏集团 自己都举步维艰 野草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我们的擂台站 也彻底拉开了 期间江若若倒是切而不舍地联系我 她还以为我是她的舔狗吗 我开始故意散播信息 说陈氏集团将要进军一个新的行业 而这个行业 将会成为未来的新秀 宴会上 我再一次见到了傅立成 这次她没有以前的骄傲 毕恭毕敬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向我举杯 陈总 好久不见 我看向身旁憔悴的江若若 没有了其他人的衬托 现在的江若若 日子可不好过 我可听说傅家老太太 要不是看她 生了两个孩子 早就把她赶出去了 现在江氏也在江若若的手里 可没人愿意为她撑腰 果不其然 傅立成一听说 我要去开辟新的产业 连忙没有任何准备 就开始盲目跟风 难道她不知道 在对一个行业没有了解的时候 不要轻易下手吗 而那个 只是我刚刚抛出的诱饵 我开始和江若若 一起高调的秀恩爱 常常在媒体面前 偶然间就会说一些 我们的企业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而等我在下属公司 得知傅立成出手的时候 我简直笑疯了 是的 这些全是我自导自演的 那个公司也不在富士名下 我看着资金一波一波地投了进来 此时的江兰岳 揽住我的胳膊 往我的身上蹭了蹭 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是要她破产啊 在资金到位以后 该公司突然进入了破产程序 一切程序都是合规合法的 就算傅立成想找出破绽 都没有办法 我看着手上的资金报表 突然笑得很开心 但是突然秘书告诉我 楼下有一个人 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我刚挂断电话 傅立成就冲了进来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故意整我 我坐在椅子上 转身面对傅立成的质问 脸上挂满了同情 副总 你的投资失误 怎么能怪到我的头上呢 没想到我的一句话 直接把傅立成惹毛了 冲上前就想给我一拳 我直接灵明躲过 反手一拳 直接朝着她肚子打 傅立成 你回家好好收拾一下 准备破产吧 我立马就叫来了保安 在傅立成被赶出去的瞬间 我附在他耳朵边上说道 傅总 你输了 很快傅氏集团就宣布了破产 甚至家里的大部分财产 都用来了抵债 被查封那日 我还专门抽出了时间 去了一趟傅氏集团 而江若若不停地 在门前撒泼 不允许张贴封条 但是毕竟签了人家几十亿 人家已经把他们告了 现在可是全部家底掏空 都还不清楚 我本来一直站在不远处的 但是没想到 江若若不知道在哪里看见了我 小跑着向我走来 小周 你救救我 救救傅氏 不好意思啊 傅太太 这里马上就要变成陈氏集团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小周 只要你能救傅氏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原书中 陈维州破产后 江若若可是立马就消失了 甚至为了避免陈维州的纠缠 直接电话拉黑 直接出国旅游去了 自始至终 都没有看过一眼 这个为他付出了一切的男人 甚至在陈维州 避免落难的时候 挽着傅立成的胳膊 让他不要再打扰他们 自从陈维州 就酗酒成性 直到有一次喝醉了 傅立成极度心驱使 叫人在昏暗的角落 把陈维州打断了一条腿 从此陈彻底落寞 A是成为了傅立成的地盘 我再次见到傅立成 是在经营着路边的一个小吃摊 他在卖着烤红薯 我从劳斯莱斯的车上下来 一眼就看到了他 他已经没有以前的一起风发 因为他那个人少给了一块钱 正在跟人争论 他也看到了我 钱也没要了 连忙推着他的小车离去 不远处的姜若若 大声吆喝着 烤红薯 烤地瓜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看见我连忙地离开 我嘴唇勾了勾笑 人生就是这样 只要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 就有可能掉入深渊 若这场游戏是我败了 估计我生活的 比他们更不如吧 幸好 我赢了 番外 我叫江若若 在13岁第一次见到 17岁陈维州的时候 我就知道 那个小子心思单纯 或许是因为 陈家把他保护得很好 但是我不一样 在13岁以前 我就见过了不同人的嘴脸 我知道一个眼神 我就应该做什么 察言观色 那只是我的基本技能 进入江家以后 我有两个姐姐 他们刚死了妈妈 我故意在他们面前说 他们妈妈死是活该 他们就开始打我 而我在说 这句话的时候 自然也看见了 不远处的陈维州 陈维州 觉得我很可怜 而我也时常在他面前 说我其实 在江家过得并不好 妈妈不管我 爸爸也不怎么喜欢我 两个姐姐还打我 我本想只是 简单地利用一下她 让她为我出头 没想到 有一天我 却在她的眼里 看到了男女之情 是的 我偷看了她的日记 我笑得更欢了 这样 她不是无条件听我的吗 但是我自从遇到了傅立成 我突然每时每刻都会被她吸引 我知道陈维州喜欢我 但是我也放弃不了傅立成 我想两个都要 但是还是出了意外 自从我遇见傅立成以后 陈维州对我越来越疏远 甚至有的时候 我主动找她 她也不怎么搭理我 而我提出的一些条件 她都直接拒绝 要知道 她以前可是拒绝不了我的 本以为她只是生气 后面轰轰就好了 没想到她要和姐姐订婚了 我尝试去阻拦 却被赶了出了 我心里渐渐地也明白 陈维州不爱我了 她爱上了我的姐姐 傅立成由于投资失败也破产了 突然她在我眼前的滤镜 就像一夜消失了一样 我开始不停地嫌弃她 我想离婚 但是还有两个孩子 我不想我的一辈子就这样 我尝试去找过陈维州 但是全都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见我 但是不知道怎么被傅立成知道了 她开始不停地打我 如果我要离婚 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她都不会给我 我又没有工作 就这样 我开始早出晚归地陪着她 一起去卖考红薯 我后悔了 如果当初我选择的是陈维州 那我也不会落到现在的地步